不分區本來就大家矚目的焦點 那是代表整個政黨 所以它應該有一個民主程序來產生 2016年朱立倫是主席 2022年胡敦義是主席 當時他們自己做了決定 我們不知道它又經過什麼民主的程序 甚至還有很多不好的傳聞出來 一個政黨的不分區這麼重要 那應該是一個政黨新陳代謝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管道 新陳代謝本來是很正常 但是你要有一個管道 你現在都沒有 所以就變成大家都擠在這個區域裡而已 在這個地方都卡死了 如果你不是執政黨 你也沒有政務官 不分區又黨主席自己 好像當成自己的特權 在那邊建卵一樣 那區域裡偉這邊就集成一團 不是一個政黨 讓人才能夠疏通之道